7月21日,根据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的消息,负责简略式起诉案件的裁判部已于本月16日正式将梁宣熙等四人交付审判。简略式起诉是指检查机关代替正式审判,请以书面审理请求征收罚款或罚款的程序,如果当事人或法庭提出异议,将进行正式审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